蓝天候不协会为了背后会员一串的感情 代表在岛级办一年一岁的会员大会 现在有非常多的会员没到逢后来参加 虽然风雨这么大 但是我们退休同志的革命精神都是风雨无止 那么我们协会成立这十几年来 可以说对整个会员的联系服务 都做得非常有向心力 蓝天候不协会理事长表示 未来已经跟中市照顾地方民众 正向新的心声团给中央来了解 我们要扮演党部跟民众的一个桥梁 尤其很多的声音没有办法表达到中央 有些行政官员对整个政策没有充实反应民意 所以造成很多的民意 所以我们这个协会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透过各种管道来反应我们基层的党人的心声 第三年就是结合县内的各社团来推动社会服务公益活动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明年的721选举 退休的同志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 来为明年的721选举当所提名的获选同志来服选 这件话当小伙子就为主持有学会员转身来交现场 现在他跟文库幸福日特别来参加 很高兴在这个风雨天来参加我们这个协会的大会 在此我很诚恳的祝福今天大会圆满成功 也感谢各位在座所有的前辈过去对我们廖家 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的鼓励 他希望未来更希望这些老朋友好朋友 大家家庭美满身体健康谢谢 在主办单位的用心安排之下 这件大会也完完结束 相信未来南天后不吓会 也会继续为婚姻带风这片土地共同来打拼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 彩虹不得